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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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好跑日本!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九位的分賓 沒錯! 那為什麼要來橫冰呢? 那就是因為橫冰它新開一家 三井飯店 MING PAO TORONTO 這邊的飯店,港湾外來這邊 那它就是 上禮拜五月十六號才開幕的吧 然後呢,剛開幕的話就是很便宜 還有優惠價 那我們就趕緊來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順便來九位的 橫冰之旅吧 那我們出發去飯店 Check in 我們現在才1點半而已 我們先放行李,然後等一下就去附近吃飯 喔~~ 哇嗚~~ 好香喔 那Check in的話在20樓 那還有SKYPOOL 就是游泳吃 超期待的,今天其實超好 到了,這邊的話就是大廳 那這邊是餐廳早餐 在這邊吃 哇~~ 超美的耶 整片海景 超美的耶 大家看它的泳池 還有上溫碗 嗚~~被釘到了 超漂亮的耶 那它的健身房超讚的 直接可以看到很便宜的 超擠 有點懂,要用池在旁邊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一間就是吃 服務博多內臟鍋 就是突然就有點想要吃內臟 它這家很有名就是在 博多有很多家分店 然後呢,就是 這家很有名就是它的味噌鍋 給大家看一下超讚 那它這個就是中午的套餐 就是有附的就是一個鍋 然後跟炸雞 炸雞另外點 然後飯 你要飯或是麵都可以選 然後我還可以選生馬肉 或者是說你要明太子 要說吃明太子好 OK,那我們現在還要去喝咖啡 然後呢,等一下晚上要去坐船 那就是訂了五點的 然後在那個 山下公園那邊坐船 然後就可以 去吃晚餐 沒錯,我們訂了黃昏時間 是五點的十萬 它是一天就只有180 就是要先事前上網做預訂喔 那我們出發吧 那我們到了很明的港灣 我們晚上就要搭那艘船 親愛親愛 剛剛看到水上巴士 剛剛在路上跑 然後現在變成船 超酷的吧 水上巴士 晚上要搭那艘船 期待 就是很多人在上面 就是烤肉BBQ 然後呢,野餐 然後呢,就可以到 對面看海 真的超美的風景 今天紅窗庫有辦活動 超多人的 然後那邊還有就是 演唱會 然後超多市集人 都在這邊 我們現在來到 橫濱這邊的紅窗庫 那今天是有辦活動 所以超多人 然後好像還有演唱會 對,那我們就是沒有賣掉 那我們等一下去坐船 因為坐船是在這邊出發 好像是 我們還不知道 我剛剛看是說 是在這附近 先去看吧 再說 這個演唱會 是誰啊 大家知道是誰嗎 我也不知道是誰 Sorry 好,我們是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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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船囉 我們今天的馬鈴印酥 就是這艘船 坐這艘船 出發去 吃晚餐 來看夕陽 它是每天的五點 限定的 期待 我們要坐這艘 馬鈴印酥 這句五點 很讚耶 接下來就是兩張券 那我們現在登船囉 那我們今天位置在二樓 謝謝 那他後面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船的 船頭吧 就可以看到 那等一下再過五分鐘 就要出發了 超美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船上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五點準備開船 然後吃他的法式晚餐 沒錯 那現在船已經出動了 超開心 期待期待 我的第一道菜 不知道是什麼的果凍 然後這個是鯛魚 番茄煎鯛魚 番茄煎鯛魚 鯛魚超嫩的很好吃 今天沒有到我的心味 今天沒有到我的心味 超濃郁的 像他的番茄醬 超級小的 超級炒飯 來的肉類牛排 最後一道甜點 我吃飽了 掰掰 第二道菜嗎? 菜嗎?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就是搭完船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飯店 開箱飯店給大家看囉 那剛剛搭那個船的話就覺得還不錯 就是很適合就是來放鬆 然後品嘗迷食 欣賞很冰的風景 然後而且今天的風景 今天的天氣又超好的 這個就是讚加讚 推薦大家就是天氣好 記得要就是出發前兩天再訂比較好 因為天氣的話不一定 像今天的話就是有差錯 喔是晴天我就馬上訂 因為我看下禮拜就是滅雨季 因為日本滅雨季最準備要來了 一直在下雨季的季節要來了 OMG 雖然不是晴暗 但是滅雨季還是提不過的 那我們回飯店 開箱飯店給大家看吧 掰掰 一進來就是這樣子 一張雙人床 雙人床的話就是比 大張的床跟雙人床的話 這種房型的房價會比較便宜 因為兩張床的話空間就比較大 相對的價錢也會增加高 那我們風景的話超漂亮的 大家看 很冰的風景 我們現在來吃阿富麗 今天是酸辣 柚子拉麵 期待 打酸辣 超愛這個 我們今天住的話就是跟昨天不一樣 那就是他促銷特匯 那原價要6萬多塊 那我們是訂就是晚上7點check in 然後早上的4點check out的plug 那就是真的只要半價 最便宜只要3萬多塊 那我們來帶大家room tour囉 Let's go 那一進來就是超大的玄關 然後這邊就是有放一些 背瓶啊 衣服啊 毛巾都有在這 還有浴袍 跟昨天完全不一樣 哇嗚 然後呢他旁邊就是床 那一樣就是雙人床 就是這個大床的話比較便宜 如果是訂雙人床 兩張床的話就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那個房型的庫號就比較高 然後一樣就是有落地床 那露梯床就是四面都有 超讚的吧 整個四面八方全部都是風景 很讚耶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廁所 浴室 浴室這邊的話就是可以看風景 然後浴室一剛好就跟昨天差不多 我以為他是透明 我以為他是可以看外面的 廁所就在這邊 整個空間就是比昨天大很多 這樣子 OK 那的話就是 我們就來享受今天的房間吧 超開心的 很喜歡這種落地床 然後看著我喜歡的橫秉 那我們今天早上給大家看一下 早上的風景吧 給大家看早上的風景 早上的風景 然後可惜今天下雨 我們要來去吃他們的早餐囉 那我們出發吧 Let's go 我們今天的早餐 Morning Food Buffet Defrius 早上的風景 2402 手作French Toast 有豬肉料 然後飯是Koshi Hikari 辣味噌湯 然後跟一些煮物醃菜 烤青魚 有紅茶茶包類 然後麵包 可頌 最愛是可頌 這麼可愛的甜甜圈 然後跟甜甜 到這邊有生菜沙拉 這邊有水果 它的位置的話就是有房窗戶旁邊 好啦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家啦 那的話就是三天兩夜的橫秉之旅的話 就到這邊啦 那就是真的是久違的橫秉之旅 因為我真的超久沒有去橫秉 我從成田到橫秉的話 兩三個小時的車程 真的超久的 那真的是超愛橫秉 以後就很想在橫秉買房子 那推薦大家就是 之後呢 就是到東京旅遊的話 也可以到橫秉走走 也不錯唷 車程的話 也大概從東京到橫秉 二十三十分鐘左右就到了 那推薦大家可以來個橫秉之旅 真的非常值得唷 那大家記得老樣子 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